日月潭風光明媚 不少遊客趁著廉價 來著騎單車賞景 不過明明是應該停下來的木站道 怎麼這麼多人非也似的騎過去 沒看到 沒看到 太抱歉 隨設吧木站道寬度僅1.5米 兩旁沒有護欄 很多民眾會停下來看風景 甚至還有新人在這拍婚紗 就怕民眾不小心摔倒受傷 風景管理處還特地張貼告示 希望大家牽車通行 但很多人就是不提倦 我就覺得這樣比較危... 這樣說來往可能會比較危險 造成人家不變吧 因為有些人還是會坐在坡道上面 算一算一分鐘內 22輛電動車和腳踏車 統統都一流煙就騎過去了 長期下來這木站道怎麼受得了 造成木板鬆脫 用手輕輕搬一下 就可輕易晃動木板 別說騎過去可能有危險 就連走路都不安心 其實木站道一年下來 維修費就高達20萬元 就是你可能自己要專心走路 因為它這個邊邊 它邊邊也沒有就是圍起來嘛 所以有可能在閃車的時候 不小心就會走到橫行邊 可能跌下去也不一定 可能心裡會默默覺得 這大概就是 你也沒辦法阻止他們 就自己閃開就好了 日月潭遠近馳名 環湖車道更是曾被評為 全球最美自行車道之一 如今帶來滿滿人潮 卻也帶來亂象 如何維護最美自行車道 還得看遊客的功德心 這集紅姐明 南投報導